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 迪丽热巴干饭人实锤 穿牛仔外套和牛仔裤吃饭,勺子比脸还大一倍 迪丽热巴这几年可以说星图一片大好 虽然影视剧方面有点不在巅峰状态,可是在时尚赶这一块 迪丽热巴有种取代红毯女王的样子 其次在私服这一块,迪丽热巴真的是格外亮眼 每次营业,总是让人看得意犹未尽,借鉴性还非常高 不管是在什么季节,你都能看到牛仔元素的影子 硬挺的丹宁面料辨识度高 挺阔有形的外形越发显得驾驭者很有精气神 尤其是经典的牛仔蓝配色,看上去满满的清爽感 那种年轻活力泛是众多外套所没有的 就拿牛仔外套来说,上身帅真的很高 这次新造型,迪丽热巴就选择了一件牛仔外套 喜旧色的经典配色,没有一丝丝点缀 穿在这位小花身上,显得格外亮眼 对比其他冬季外套 又休闲又好看,特别是那份随意感,展现得很完美 丹宁面料固然能够修饰身材线条 但是因为其弹性不大,如果过于紧身会暴露女性的身材 但是这并不代表丹宁面料就不能好好拗身材了 选择简短的裁剪设计款式 内外各衣,照样能够呈现出不俗的时尚魅力还有身材 迪利热巴这次的新造型,选择的上衣款式 就是偏短款为主,修身的版型虽然不像oversize那样 但是选择黑色的内搭,很好的做了对比 显得很有质感,看上去那份帅性洒脱,很精致 牛仔外套在下装的搭配方面还是很丰富的 裤装裙装都能完美融入 但是在冬季裙装多少,有点要风度不要温度 想要不出错的话,牛仔套装是最合适的 虽然风格受到了限制,可是整体的时尚感真不低 任凭你怎么穿都不会出错,最主要还能美化身材 迪丽热巴斯底下比较喜欢随性的穿衣打扮 可以看到面对牛仔外套的时候,她选择了套装式打扮 上下一体色的打扮,看上去非常不错 简短的上衣通过塞衣,还美化了身材,很不错 面对一体式的衣品打扮,女性应该尽可能在细节上做出改变 这样才能更好的凹出好的时尚魅力 毕竟当下的潮流圈越来越注重一衣多种风格的打扮 就是为了避免造型简单 但是也不能为了潮流,过于繁琐,基本的装发点缀即可 这点迪丽热巴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一头黑色的绣发挑染了几根蓝色头发 看上去很酷,不过这次吃饭迪丽热巴也是干饭人时锤了 吃饭勺子比脸都大 衣品色彩单衣不要紧,款式一定要选择到位 因为时下的潮流圈,衣品色彩简单 款式丰富的占大多数 迪丽热巴这一身骑士风的打扮就是如此 垫尖式的白色上衣 彩简设计有个性 搭配黑色的五分裤 别看它干巴巴的身材 塑造出来的外形还是挺不同的 一体色的衣品确实有存在单调的既视感 但是它的时尚塑造性还是蛮高的 通过陆夫还有时尚元素的加持 完全能摆脱衣品的简单性 尤其是对于身材苗条的女性来说 越是简单的衣品,时尚感越好 迪丽热巴这身帮女郎的打扮,路肩连体裤的打扮 黑色元素巧妙陆夫,显得很性感 手拿玩具枪这妖娆的姿势别提有多吸睛 以往的时尚圈都是以修身为主 利用衣品来展现女性的身材魅力 可视线如今 穿大不穿小成了女性凹造型的必备选择 大马外套往身上一套,时尚感满满 既可以走性感风 也能选择个性化的造型 迪丽热巴选择抱纹外套 满满的潮饭,看不腻,还显得身材很娇小